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什么 叫抹脖 知道吧 一驴说 你看 推到来头 一驴一马 啪就出来 啪就下来了嘛 当时打着一个脖子 脖子歪嘛 受不了 对吧 还有是什么呢 这手在推手当中 你看这大手当中 你看这手指向当中 你看没有 这一刀当中 你看 往后一甩一甩一甩 啪一看 啪 这是属于抽刀嘛 撩一手嘛 对吧 所以这都是 你看 这武术界里头 所谓的说 说是损招嘛 还是说这些雕虫小技呢 可能想不到的 别人一甩一手的一个嘛 但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 你看在推手当中 你看 那大手当中 一驴 啪就一圈嘛 在推手当中 啪就一下嘛 知道吧 在做咱们啪 抽个嘴巴 再一下 啪回手就一下了 好 花样翻新 好 一开好 跟变杂技似的 那些东西不要可怕 那些东西在咱们说的顺势就完蛋了 原因是什么 那都是招 什么原因 还有一推手 你看 那推手当中 你看 推手当给你一脚 推手当给你个伴 但是 这些东西咱们说的明确点 正因为这些人死着死那 那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大手就让他 知道吧 大手就让他身体站立不稳 一大手就身体垮了架子一样 没有 他权力支撑还不成 他还敢自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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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胁对方 偏一大手 这一大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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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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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手 这一指的完了 没有说是一箱使斩 我给你推手 你说要是 我给你推手 你可以随便使 你看你使得出来吗 这一大手 这几桌 这十不得了 这一米 这一大手 那一大手 这十几桌 这十几桌 这一大手 什么都没问题 这一米不得了 你看我要给你推手 我要给你推手 然后一推手 你打 来打我一手 你只是只是 这时候你没有压迫 说你再千兆万兆,哎呀,你动哪儿啊,你动,动不动不了,你挡得还不成呢,你敢松手吗,这叫功夫。 你大叔你看,哎呀,你没错,你倒了苦汤,哎呀,还说得到。 站在这儿,真跟人家说好,大哥不一举啊,是天下太平,什么都玩了,扒一抖又一个,说得很粗俗,说明什么,功夫在这儿,我是他能振护得了的。 但是要提成这种东西,哎,重心往前去,因为有下按,然后靠着拔,拔不起,哎,按不下去,但是稍有上提下按的意思即可,就是在前后,微动的过程当中,往提,感觉有足,我想按有足,但是略有,哎,稍有微动的意思,四动分,往靠的时候稍微往外,横向外分,分分不开,哎,往里起, 但是略有外分离合,往后靠的时候,往前倾向,然后靠的时候略有身体向上,往前往前往前,所以做时候要求我们用意去做注意身体,调动周身,在意念右倒下进行,所以在断粮当中,就能站死床,站死床如果没有意念,会有感觉,不会有力量,由于身体的微动在意念控制下达到是全身运动, 在全身运动同时建立矛盾的整理,调动身体胳膊相互相争,一动无动,形成了整体,形成整体,整体也就是说,在全身来讲,形成一种整体,从健身角度来,是一中一,从机器角度说后原体,后原体 四中飞动之间,那手再大头两次,空欠美,把手指下车,十个手指上往前,所以练习当中,意念带入周身,同时注意到身体放松,掌根迎上,高度高过眉,着外车,是注意的,两手保持两把三成手,一身体正直,在那个时候拿着要推脱,起来, 不然成这样,手心向前,掌根向前,同时要注意,手稍微,掌根手中推脱一个,他肩膀的指,指球不太容易,手轻微地抓住,一用力有一击,破密,不用力掉了,这是第一个意念,第二个意念可以,假戒是什么呢,我们在练习当中,假戒,两手万步的腾伤,跟远处相对,两手万步之间有腾伤,横向联系,同时两手万步的腾伤, 相对,身体后靠的时候,微微地向左右,外飞,上我,望前,亲密有望里头,往后靠的时候,向左右,外飞,往前,亲密下,上我感觉以后,往后靠的时候,微微地向,望前,往后往上,注意到,上下,左右,前后的力量,然后靠的时候,头续力,脚下在往后靠,脚趾板, 住心上,右马一致,朝起,脚跟一致想念,ị extrem身,四度飞动之间 注意,都叫足力,夺过开,望前,亲密有望里头靠,往后首方род,望前,亲密想念,体察到往后,拉动,左右横向的力量 所以我们手的高度,在胸部位上,就可以了,接着拉,往前,亲密,往里挤,再回去拉,巨岳上,提起点 往前还还想 究竟是外分 还是内核 还是往上还方向 好像哪都有点 但是哪也没有 哪一侧也没有做得 非常的绝对 好像都有点 好像没有 一动还都包裹 所以全手力量的 均整舒适 得理事实是第二点 不是说拉就拉 我推着我推着 我站着不动就不动 拉的力量 单一的 不动就死了 单一拉开就是单一 要照顾它 既要的作用 还有前后 还有上下 都有点 自动飞动 墙左上下还很难 都能体会一下 你身材飞着移动 大人生混血状的天下 坐在这儿 膝盖前置上第一跨 后靠开头 往上上拉起来 对于坐在这儿 前手的螺旋拧针 往下 往里 劈下去 后手向后 向外 上提 拔上去 往内 拨吗 力量是向后 向上 向外 你得拨开 前手注意 螺旋拧钻 打击下去 同时前脚 脚下踩 身体螺旋拧钻 手拦起来 通通的 一 手从远处 打下去 劈到自己 哪儿 自己腰的高度 第二 顺着你的中线 手 劈下去 二 掌根 在发力 放碗子 放下去 三 好 回原 看看 回原没有 第一下 可以第二下 注意 后脚 后腿 注意 螺旋拧钻 踩下去 拧起来 同时后手 向前 向下 向底 劈下去 同时后手 拨开 向后 向上 向外 撕开 好 慢慢的 一 缓缓的 劈下去 二 就是个中线 劈到自己 腰的高度 三 注意后手 撕开没有 那有弹簧吗 四 注意后脚 螺旋拧钻 按钉 蹬起来 五 六 掌根 下杂 七 八 九 好 回原 回原 注意坐到前手 下劈的时候 注意身体 向后靠 长起来的意思 不要 不好意思 一劈 身体是歪的 拧下来了 是不是 压下去了 你这个狂犯的 拧起来 是不是 第二下 向前 向下 向里合 劈下去 从头位 又上掌 上零 零起来 第三下三 是不是 掌根 打下去 不原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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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靠的肩加上 从头来做几组 一 掌根 踩下去 二 中线 向前 向下 三 对脚下踩 身体 螺旋拟 三 头须 须须顶顶 拔 五 六 后手拔起来 提起来 七 八 九 松松了 十 一 后手提起来 前手 劈下去 劈到 你要的高度 后手 撕开 一 抵上去 腰 腰 胖 骨头 拧 转 好 第二下 后脚 踩起来 不要 踩上劲 没 第三下 好 三 松松了 劈到 一腰 高度